看呀 媽媽說話你也聽 下次媽媽就不打臉了好不好 行了 以後說乖乖的 咱們都改變好不好 親家爸爸 謝謝 你打得很討厭 奇怪 為什麼要 這個還有悶嗎 我覺得愛就是 一個奇怪的東西 愛 每次看到媽媽都很愛的 他們把我們帶到這個世界上 我愛你 爸爸 我知道你是為我好 我也愛你 他也寫了給他爸爸寫的一句 對 是嗎 所以在他爸爸後面也寫了一個勾 爸爸 我愛你 小兔子 爸爸 我愛你 用英文說 大聲一點 我不會用英文 忘記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杨岚 今年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 举办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十周年 在这儿我首先送上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人们对于教育的认知和观念 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过去偏重于知识的学习 到现在更加看重一个个体的全面的发展 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技能的学习和培养 到现在更加看重情感的 审美的和心灵的成长等等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我们致力于服务那些缺少资源的儿童和青少年 特别是打工子弟和乡村学校的孩子们 到现在已经有数万人 在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获益了 我们也非常希望把我们这样的一些教育公益的实践 能够和学术界的理论的研究和指导结合起来 也更希望获得一些国际同行的 有益的经验的支持 所以在这里呢 也希望我们的合作仅仅是一个开端 再次祝贺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十周年生日快乐 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作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教育盛会 秉承启迪创新影响的使命走过了十个年头 2019年论坛与教育看见更大的世界为主题 邀请海内外的教育专家 在各大分论坛与特别活动中 与观众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享与探讨 同时每一个分论坛将附设一小时的 Deep Dive 小型深度交流活动 部分观众将有机会与嘉宾进一步讨论教育热点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是一个起点 教育的发展需要大胆的梦想家和勇敢的先行者 藏教育之百草 开世界之画卷 我们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我是胡柯佳 我是丁小瑜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 推动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高等教育在建设一流大学的大的目标下 开始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化高等教育的治理和制定 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将邀请国内外专家 聚焦中国高等教育 在国际化校园 跨国跨学科多领域合作 木科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创新 大家好 我叫谢静文 今年的Steam与创新教育分论坛 我们希望通过宏观分析与具体案例 呈现中美Steam与创新教育的机遇 挑战以及发展现状和趋势 我们将深入探讨 Steam与创新教育理论和时间的规模化和本土化 以更好地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影响力 大家好 我是竹成 我是竹心 在中国学前教育生化改革的背景下 本次论坛会以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研究学者和实践者 一起来探讨不同文化下的高质量早期儿童教育 基于不同的视角 为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提供思考和启发 为不同资源下的儿童提供更加良好的开端 我是鸣和瑶 我是张希 农村教育分论坛以共同的责任为主题 邀请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一线教师以及公益组织 分享社会各群体在中国农村教育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 以呈现当下中国农村教育途径 通过探讨各角色在中国农村教育领域所存在的发展潜力与挑战 我们试图寻求协同多社会角色 共同推动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能性与道路 大家好 我叫程慧莉 是今年多元教育分论坛负责人 如今互联网给予了社会不同个体与群体发生的机会与权利 因此这个时代注定是百花齐放的 注定是多元的 深处其中 年轻人如何理解与认识社会多元 教育者与家长如何为孩子营造出多元友善的成长环境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倡导多元教育来促进个体增能复权与社会有机团结 大家好 我是聂冠华 我是何海琴 我们是今年新设立的心理健康教育分论坛的主席 本次论坛的关键词是抗逆力和社会情绪学习 我们将邀请国内外的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支持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大家好 我是王露成 我是戴伟 本届S-Story教育故事新分享活动将邀请海内外六位不同背景的嘉宾分享他们的教育故事 我们定义的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学校之外一切形式的教育 我们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加深我们对当前教育的反思 扩展我们对教育的理解 接纳包容 建立连接 共同走向更大的世界 我是吴诺亚 今年我们新设了世界公民教育圆桌论坛 通过教育学者与实践者的对话 我们期望与大家探索并展望全球素质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及运用 我是李李嘉 教师作为教育的核心三要素之一 其发展直接奠定了教育的基础 也间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什么是21世纪教师的核心素养 地区 学校该如何为教师量身定制 提供有效的职业发展培训 而教师自身又该如何突破职业倦怠 维持终身学习的热情与精进 在教师职业发展特别活动 我们将邀请中美双方的学者 实践者 与一线教师 共同探讨上述话题 大家好 我是陈志尧 是本次招聘会活动的负责人 我们希望依托哈佛大学建立平台 连接优秀的招聘者与面试方 本次活动中 参展商数量与参展人数均超越以往次例件 并且我们希望建立线上线下招聘平台 希望整个美国地区的同学 都可以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在2019哈佛大学论坛等你来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教育论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小薇 Stary 是2017年的Internal Co-Chair 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当年我们在办会的过程中 大家经常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的说 我们这整个执行策划团队 在哈佛的求学期间都是part time在读书 而full time的在办会 可以所以可想而知 在这短短两天的大会背后 每年的执行和策划团队 包括志愿者团队 都是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和心血 在我毕业之后 我也有幸留在波士顿地区工作 所以可以从一个coachare的角色 退居到幕后 然后帮助了18和19这两届职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确保CS有一定的延续性 我也在大会的手画过程中 贡献了自己小小的力量 所以今年恰逢教育论坛十周年 我在这里住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十周年生日快乐 也希望无论是现场的各位 还是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都可以在接下来两天时间里 充分地参与并且享受这个 在大中华地区之外 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 有关于中国教育的年度盛会 我也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 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CS的大家庭 让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通过教育 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 各位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吴俊东 我和Stary是2017年 中国教育论坛的主席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已经十周年了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无数的学子将这个论坛 当作一个共同的记忆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 一起去思考 如何让中国教育变得更好 通过教育论坛结束之后 我们小伙伴们到世界各地 在中国 在美国 在很多地方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教育变得更加优质 变得更加公平 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 中国教育论坛十周年快乐 论坛未来越办越好 大家好 我是施一番 是2018年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合主席 当时我的搭档是陆斯瓦 转眼一年过去了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来到了他的第十年 祝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十岁生日快乐 回想我们当初 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 来承办组织这个论坛的初衷 也是希望为更多 关心中国教育的朋友们 提供一个多元化的 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我相信在各位的帮助和关注之下 这个论坛能够影响更多人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预祝2019年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取得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陆斯瓦 Swan 去年2018CES的外联主席 很高兴今天可以继续参与大家 祝2019CES圆满成功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也感谢团队的共同努力 哈喽大家好 首先祝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十周年快乐 我是王颖 有幸参与了2015到2016年的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组织和策划 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跟我一样 对中国教育有热情的朋友 我现在在北京工作 希望有更多的同学们在毕业之后 回国来为中国的教育出一分力 在这里我预祝今年的大会圆满成功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 对中国教育的本质与目的的讨论之中 希望我们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再见 大家好 我叫罗曼 是16年CES的coachare之一 16年时候的教育论坛 已经出具一定规模 在整个流程上 也有前辈的许多经验可以借鉴 但是我们的团队 依然非常努力地在进行创新 我希望我们的教育论坛 能够真正成为 针对中国教育问题 有更多更深入 更实际和更前沿的探讨 真正成为思想碰撞的平台 和资源整合的舞台 最后 祝愿我们第十届 教育论坛能够圆满成功 祝愿我们的CES越办越好 大家好 我叫赵依然 是13年中国教育论坛 公民与道德教育分论坛的负责人 在海外留学的我时常想 国际化的教育人才培养 教育理念和创新实践 对于中国教育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是加入中国教育论坛 使我有机会 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研习这些课题 很高兴看到论坛 在过去这些年 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在未来的日子里 希望论坛能够继续 为海内外各个领域 关心和热爱中国教育的同仁们 提供沟通和合作的平台 为教育界的后辈 提供向前辈学习取经的桥梁 更成为中国教育创新的 孵化器和推广者 祝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十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 我是向心 2011年论坛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正在哈佛读本科 主要是周末 有一些小型的活动 也只有 很多时候只有十个人以内 大家一起来讨论 不同的议题 后来我到哈佛教育学院 读博士了 论坛也越做越大 在15和16年的时候 我都担任了论坛的 Panel Manager 我记得第一年我做的是教育公平的Panel 第二年是农村教育 在中国教育论坛 我认识了很多 真正的想为中国教育 做一些事情的人 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希望在未来很长的日子里 论坛能够继续走下去 能够链接更多的有心人 真正推动中国教育 往更好的方向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伟奇 在2011年 当我还在哈佛求学和工作的时候 我与几个小伙伴 共同发起了第一届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年会 在那个时候 我们每周或者每两周末 都会举行一次小型的 关于中国教育的研讨会 到了年末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会长 王思涅同学就说 我们是不是能办一次 大型的年会 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 号召更多的小伙伴一起去碰撞 更多关于中国教育的火花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年会 也就应允而生 当时虽然准备比较仓促 但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哈佛教育学院的资深教授 Fernando Ramos 担任我们的资深顾问 同时也邀请到了当时 正在哈佛访学的王石先生 参与我们的演讲和讨论 谈指一挥间 九年过去 很高兴看到我们哈佛 中国教育论坛年会 越办越大 越办越好 在此呢 我也预祝我们2019年的年会 取得圆满成功 同时我也希望 在我们的平台上 能够聚集更多 中国教育的思考者和实践者 一起努力 为中国教育 带来一些不同 谢谢 美国教育学院的课程 Welcome to the 2019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My name is Bridget Terry Long and I am the dean of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I'm so sorry I couldn't be there with you today but I'm very pleased to welcome you to our campus I also want to say a special thanks to the student organizers the panelists and presenters from all over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many participants who have come today I hope that you've come with open minds and that you are prepared and have a shared commitment t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through education Connecting with one another as education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across disciplines and geographic boundaries is a critical part of the mission of HGSE In fact, I see convenings like this as a key to inspiring educators t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China and the U.S. share 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and we have a great deal to learn from one another Finding new solutions to these persistent questions requires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closing I'm proud and very excited that this is the 10th year that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is hosting the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and I hope your weekend inspires you t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llo I'm Howard Gardner and I teach at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I want to welcome you to the 10th annual Chinese Education Symposium I actually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China I first went to China in 1980 righ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time I went there to learn about the teaching of arts and creativity and to exchange how it's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learned that in fact both skills and a search for creativity are important and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ich ones you do first It was a wonderfu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or me Let me fast forward to 2019 It's a very different time and a very different place It's very good that our two countrie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though they're not the only important ones in the world are in regular touch with all sorts of exchanges I applaud the Nicholas Berguin program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course I'm thrilled that the Chinese society in many ways is thriving but I'm also concer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concerned about the threat to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and about our increasing reliance on civil society journalism and non-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not enough that's not enough to have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I worry about China and the increasing surveillance of its citizens and using that surveillance in order to make overall judgments about human beings and their citizenship I look to you those of you attending this symposium to take the strengths of each society and to build on them but not to be afraid to criticize the problems and ill-advised policies which may be pursued because the world relies on the judiciousness of the leaders and the citizens of our two important countries Enjoy your celebratory meeting Thank you I a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all to the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at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My name is Fernando Riemers and I'm the Ford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ere at the school and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see how the student-led initiative has grown from a meeting that in the first iteration gathered only 15 students in a small room in Larson Hall to this massive gathering that brings students from many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hina I think this symposium absolutely reflects the aspiration of our school expressed in the theme of our campaign Learn to Change the World With your presence amongst us today and with the conversations that I'm sure will take place in this symposium you will be helping all of the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mmunity to learn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hopefully we will be helping each other to learn to change the world I hope your deliberations are productive and enjoyable and that you will all come out of this meeting being a little bit better global citizens Hello I'm Catherine Snow I'm on the faculty here at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I had the privilege of participating last year in the 2018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about new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in China and to meet new colleagues and reconnect with old collaborators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So 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for your activities this year I'm hoping it will be even better than last year My own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educators in China have focused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round a project undertak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Si Chen who's a postdoctoral fellow here We have worked with many Chinese undergraduate interns to develop curriculum materials to support the quality of interactions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rural kindergartens in China in kindergartens establish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as part of the One Village One Preschool program So it's an exciting project and one in which we're designing what we hope will be a somewhat new approach to thinking about how to do a better job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o enjoy your time at the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and best wishes for this iteration of the effort Today we're going to a special lecture 讲的是我爸爸 我妈妈 先仔细看下镜子里的自己 想想看 你像你的爸爸还是像你的妈妈 我爸爸的鼻子大 我的鼻子小 我和我爸爸的眼睛特别小 妈妈没一点像 我妈妈很冲美 那我做的梦都是他们两个 好了 请你做一个表情 是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 经常对你做的那个表情 我妈妈这很凶我们的一个家长 妈妈让我去帮她拖鸡 我没有拖 妈妈就生气了 有点凶啊 下手太重了 那天她要打我脸 谁要打到耳朵 这打一下 哦 坏掉了 相机六她都不陪我 天天就在那看个手机 我妈妈说我胖 可是我爸爸也说我胖 因此我也觉得我不可爱 如果让你选择画爸爸妈妈 你想先选择画谁 我想画妈妈 妈妈是一个顺美人 我想画爸爸 我爸爸像超人一样 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我爸爸他长得像王子 小时候我妈妈哄着我的时候 都拿我姐姐的小树 戴在头上哄我 我经常拽这个小苗 可是我已经拽坏了一个 现在长大了 现在都没时间帮妈妈干家务了 除非是相机天和相机六 我 我不想让爸爸妈妈死 我就很伤心 我爸爸妈妈快要饱了 爸爸 你太辛苦 妈妈 你 你太美了 我把妈妈画得很帅 像你 肯定会怎么像 我爸爸肚子有这么大吗 哇 这 冬冬 我妈妈每天都是板着脸吗 就这么给了 这是我妈 就这个小便还像 哇塞 我这么大头呀 他还挺漂亮的 你觉得妈妈漂亮还是你漂亮 我感觉你的脸型是有点笑 这小孩子把我情感弄了 你带上 看妈妈 看呀 妈妈说话你也听 下次妈妈就不打脸了好不好 嗯 行了 以后学乖乖的 咱们都改变好不好 咱们都改变好不好 生家爸爸 哎 哎呦 谢谢 你打脸好远 不怪你 为什么要 哪里 这个还有闷啊 我觉得爱就是 嗯 一个奇怪的东西啊 爱 每次看到妈妈都很爱的 他们 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爱你 爸爸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也爱你 他也写了给他爸爸欣赏一点 对 是吧 所以在他爸爸后面也写了一个勾 爸爸 我爱你 小兔子 爸爸我爱你 用英文说 大声点 我不会用英文 忘记了 小兔子 我爱你 我爱你 那儿 我爱你 好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大家好 我是杨岚 今年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举办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十周年 在这儿我首先送上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人们对于教育的认知和观念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过去偏重于知识的学习 到现在更加看重一个个体的全面的发展 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技能的学习和培养 到现在更加看重情感的审美的和心灵的成长等等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我们致力于服务那些缺少资源的儿童和青少年 特别是打工子弟和乡村学校的孩子们 到现在已经有数万人在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获益了 我们也非常希望把我们这样的一些教育公益的实践 能够和学术界的理论的研究和指导结合起来 也更希望获得一些国际同行的有益的经验的支持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合作仅仅是一个开端 再次祝贺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十周年生日快乐 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作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教育社会 秉承启迪创新影响的使命走过了十个年头 2019年论坛与教育看见更大的世界为主题 邀请海内外的教育专家 在各大分论坛与特别活动中 与观众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享与探讨 同时每一个分论坛将附设一小时的 Deep Dive小心深度交流活动 部分观众将有机会与嘉宾进一步讨论教育热点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是一个起点 教育的发展需要大胆的梦想家和勇敢的先行者 藏教育之百草 开世界之画卷 我们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我是护科家 我是丁小瑜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推动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高等教育在建设一流大学的大的目标下 开始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化高等教育的治理和制定 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将邀请国内外专家 聚焦中国高等教育 在国际化校园 跨国跨学科多领域合作 木科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创新 大家好 我叫谢静文 今年的Steam与创新教育分论坛 我们希望通过宏观分析与具体案例 呈现中美Steam与创新教育的机遇 挑战 以及发展现状和趋势 我们将深入探讨Steam与创新教育理论 和时间的规模化和本土化 以更好地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影响力 大家好 我是屠城 我是图兴 在中国学前教育生化改革的背景下 本次论坛会以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研究学者和实践者 一起来探讨不同文化下的高质量早期儿童教育 基于不同的视角 为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 提供思考和启发 为不同资源下的儿童 提供更加良好的开端 我是英和阳 我是张希 农村教育分论坛以共同的责任为主题 邀请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一线教师 以及公益组织 分享社会各群体 在中国农村教育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 以呈现当下中国农村教育途径 通过探讨各角色在中国农村教育领域所存在的发展潜力与挑战 我们试图寻求协同多社会角色 共同推动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能性与道路 大家好 我叫陈慧莉 是今年多元教育分论坛负责人 如今互联网给予了社会不同个体与群体发生的机会与权力 因此 这个时代注定是百花齐放的 注定是多元的 深处其中 年轻人如何理解与认识社会多元 教育者 与家长如何为孩子营造出多元友善的成长环境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倡导多元教育来促进个体增能复权 与社会有机团结 大家好 我是聂冠华 我是何海琴 我们是今年新设立的心理健康教育分论坛的主席 本次论坛的关键词是 抗逆力和社会情绪学习 我们将邀请国内外的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 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在现行教育体制下 支持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大家好 我是王露成 我是戴伟 本届Add Story教育故事新分享活动 将邀请海内外六位不同背景的嘉宾 分享他们的教育故事 我们定义的教育 既包括学校教育 也包括学校之外一切形式的教育 我们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 加深我们对当前教育的反思 扩展我们对教育的理解 接纳包容 建立连接 共同走向更大的世界 我是吴诺亚 今年我们新设了世界公民教育圆桌论坛 通过教育学者与实践者的对话 我们期望与大家探索并展望 全球素质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及运用 我是李莉佳 教师作为教育的核心三要素之一 其发展直接奠定了教育的基础 也间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什么是21世纪教师的核心素养 地区学校该如何为教师量身定制 提供有效的职业发展培训 而教师自身又该如何突破职业倦怠 维持终身学习的热情与精进 在教师职业发展特别活动 我们将邀请中美双方的学者实践者 与一线教师共同探讨上述话题 大家好 我是陈志尧 是本次招聘会活动的负责人 我们希望依托哈佛大学建立平台 连接优秀的招聘者与面试方 本次活动中参展商数量与参展人数 均超越以往次历届 并且我们希望建立线上线下招聘平台 希望整个美国地区的同学 都可以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在2019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等以来 在论坛正式开始前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这两天内获得更理想的参会体验 首先烦请大家阅读礼品带中的敞刊信息 其中包括会议议程 地图 无线网络等连接说明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欢迎向任意一位穿着红衣服T恤的志愿者提问 第二 会议过程中 请您将手机调整为静音火关机 会议过程中请不要拍摄幻灯片 以免影响其他观众的参会体验 第三 本次会认中使用slido平台进行提问 请您随时登陆slido.com 输入编码进行相应的提问区后 您便可以在论坛过程中随时发言 每个活动的Q&A环节将由志愿者整理大家的问题 并提交主持人提问嘉宾 最后由于会场场位有限 各位观众在这两天内 请不要摘掉名牌和手环 并及时入场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 会议马上开始 请大家即刻落座 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Alderable Guests and Friends Welcome to the 2019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尊敬的各位嘉宾 现场的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期待已久的 第十届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我是尹俊 今年论坛的联合主席 哈佛大学物理系再读博士 大家好 我是毛兴怡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再读硕士 是今年论坛的另一名联系主席 春风十里不如有你 对您的到来 我们表示最由衷的欢迎 今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刚好满十岁 十年磨一剑 力得梅花香 十年间每一场论坛 都秉承着启迪创新 影响的初衷和使命 通过这个论坛的平台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中国教育 在中美教育间 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力求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教育发展 教育让我们一群年轻人 聚到了一起 教育让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教育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2019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包括主旨演讲 分论坛 特别活动 和战略特别活动 涵盖的话题非常广泛 包括但不限于 国际高等教育 Steam与创新教育 早期儿童教育 农村教育 多元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故事新分享 世界公民教育 教师职业发展 中国教育70周年 即时迎展等 希望论坛的诸多活动 能令您满意 感谢这两天 所有到场嘉宾的无私分享 感谢新系教育 兢兢业业的团队伙伴 感谢哈佛大学教育学院 对我们这个学生组织的 无私支持 Alex Galindo先生 是哈佛教育学院的 学生事务处管理老师 他和他的团队 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帮助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这么多年的延续和发展 Let's welcome Alex to share a few words with us Hello Alex Good morning 10 years ago a group of students started the first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The first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was a small two-hour gathering in a small classroom Literally the students know that the small seed that they planted 10 years ago will grow to be the wonderful event that we're celebrating today Every year the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grows in its impact and in its scope CES students raise the bar higher and higher every year They truly are the embodiment of our school's motto Learn to Change the World Please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this year's student organizers for the 2019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Thank you so much Alex We deeply appreciate all the support from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同时我们也要衷心感谢 我们的战略支持伙伴 VIPKID 少儿在线英语 VRX延续 Nova Academy 以及北美留学生网 对我们论坛的大力支持 各位来宾 再次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各位来宾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帷幕 正式开启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 开场主旨演讲嘉宾 担任过三所大学的校长 获得过七个重要奖项 发表过180多篇论著 是美国法国英国四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还曾荣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教习 现为亚洲协会全球教育中心 咨询委员会共同主席 美国教育学会 国际化与全球参与委员会成员 他就是上海纽约大学首任校长 余立中博士 余立中校长为我们带来的主旨演讲题目是 教育现代化与创新人才培养 掌声欢迎 看来我可以直接用中文开讲了 我本来还准备了一套课套话 非常感谢哈佛教育论坛的 我们各位同学们热身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对教育发展的一些体会和感受 大家可能都了解 最近在中国应该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共同发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和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从2018年到2025年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实施纲要 今天我不准备跟大家解读 这个2035的规划 我想更多的谈谈我对 教育现代化的这个理解和体会 这个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教育 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像昨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好 这个时差的问题 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老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今天凌晨可能在我的微博上面 而微信上面转发了一条消息 是我们上海纽约大学 2019年的毕业生 就是今年的毕业生 一位同学的 他在上海纽约大学 接受通知教育 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体会 我为什么要转发这个 这一个帖子 我觉得跟今天这个会 非常能够关联 这位同学来自于兰州 他原来是一个文科生 你们知道中国中学里边 还分理科和文科的 他的父母原来希望 他在上海纽约大学学习金融 但是在接受了上海纽约大学 第二年第一年第二年的 通知教育课程以后 他改变了主意 他觉得他更喜欢的不是金融 他喜欢他做自己的事情 而这个事情将来是什么样的 他可能还不知道 那么今年他要毕业了 他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 做人机交互界面的研究硕士学位 从一个文科生转身成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 整个这个过程 这个思想的过程 他对教育的认识 教育给他带来的变化 我觉得和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 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那么我们讲教育现代化 什么叫教育现代化 我理解现代化就是要让我们教育 能够跟得上今天这个时代的发展 而且更要引领这个时代 向未来的发展 所以他对我们学生来讲 不仅是准备今天 也是在为我们学生准备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也许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词来描述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变化 我想把它简单的归纳成为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 尽管这些年来有很多年球化的进程 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或者一些不同的做法 但是全球化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么如何让我们学生准备好 迎接他们未来的挑战和未来的工作 这就需要我们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 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 让他们能够站在不同的文化视角上面 看待同样一个问题 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我们需要让学生在大学的四年过程当中 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不同的文化 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 沟通交流理解合作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对我们学生未来发展的这个要求 同时我们的年轻一代人 要更多的关注一些全球性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Global Competence 我们全球胜能力的培养 第二个关键是我想信息化时代 大家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快的变化 很多是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 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带来的变化 计算机 网络 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 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改变了我们的工作 实际上面也改变了我们的学习 所以作为一个信息技能和素养的培养 又是今天这个学生 必须要高度关注的 这个跟我们那一代大学生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第三个关键词 就是知识经济时代 这个上世纪末 我们讲的很多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爆炸 知识成倍的增强 那么我们学生的学习能力 选择能力 独立和合作工作的能力 就是我们终生学习的能力的培养 又是今天教育的一个 很核心的问题 那么我就讲到了 我刚才说的那位同学 他的老师是我们IMA的一个 叫做交互媒体艺术的 一位助理教授 他对这个学生 这个评价过程当中 他说到了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就是和我 今天要讲的这个时代背景 是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在科技 每一天都对世界带来改变的 今天自我学习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还不存在他现在从事的工作 他因为现在从事的是 交互媒体的 这个艺术的教育 就是把信息技术和艺术之间 怎么能够那个艺术表达 怎么能够建立联系 他说在他当学生的时候 还不存在这样的 他现在存在的这个职业 而我们这位同学 他将来会从事的职业 也许还不存在 现在还没有存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是指教授给学生 某种所谓硬技能 这个hard technology 而是让学生获得 在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 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特征 对我们教育是提出了 很多不同的要求 实际上面 今天我们很多大学中学 这个教育都在发生 很深刻的变化 所以我认为 我们谈教育现代化 一定会从这三个维度 去思考问题 这三个维度就和我刚才讲的 这三个时代特征 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就是国际化 或者讲全球化 第二个是信息化 第三个就是多样化 如果我们想要解决 当前教育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教育的质量 如何为学生提供 高质量的教育 如何让我们教育 更加公平公正 如何让学生的个性 得到发展 学校的办学更有特色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 这三个维度里面 去思考的话 一定能够找到它的位置 也一定能够有方向 去思考我们的解决方案 大家是搞教育的 大家都理解 教育我们一定会在 这几种不同的层面上面 去思考问题 首先 课程 教材 课程体系 我印象非常深刻 中国在改革开放 初期的时候 由于我们很多学校都关闭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教育已经跟不上 这个时代的发展 很多课程 很多专业都没有的 教材也没有的 怎么办 第一步就是从国外 引进课程 引进教材 甚至对有些专业来讲 就是引进课程体系 但是很快的我们就发现了 同样的教材 同样的课程 不同的老师 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去教 它最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把更多的关注 放在教师的引进和教师的培养 放在教学方法的改变上面 但是教师和教学方法 它是在一定的培养模式下面 进行从事教学活动的 所以我们又越来越感到 学生的培养模式的改革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么学生的教育的培养模式 它又是受到教育思想 教育目标和教育理念的指导的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现代化过程 教育的改革过程 我们归根结底 还是应该从最上层做起 就是要转变我们的教育思想 教育观念和教育目标 用它来设计我们的培养模式 完了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好的教学方法 我们的好的课程和教材 才能够更好的得到设施 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 现在我们把更多的关注力 是放在课程教材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上面 而我们获释了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的改变 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 来带动整个培养模式的改变 这才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的教育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面临三个大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教育观念的挑战 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面临了很多教育观念的挑战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我们的一些教育观念和教育目标的话 我们很多的改革措施是很难落实落地的 很难去落实到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学习方式的变革 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创新我们的培养模式 这是我们一个现代化过程当中必须要思考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大家也许都看到过我们这位教授 一个叫The Work 他的那个论述就是关于固定性思维模式和成长性思维模式的这个论述 他也做了比较什么是固定性思维的模式 什么是成长性思维的模式 如果归根基底来讲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是一成不变的 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一个为了考察我们的智商和能力测试所组成的 我们拥有的就是固定性思维 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个人的努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帮助我们学习成长的有趣挑战 我们拥有的就是成长性思维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教育目标的改变 我们的教育思想的那个面临的挑战 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培养固定性思维的年轻一代人 还是要培养成长性思维的一代人 我想如果把话说到根子上面了 那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话定语来描述我们未来的学生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只要用一个定义就说得非常明确了 我们要培养成长性思维的年轻一代人 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那么在学习方法上面 原来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一个核心的 我们在讲改革 就是讲课堂教学的改革 但是今天在今天这么快速的信息化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代里边 我们的课堂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的在线 我们的网络是无限的 而且我们的社会 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也是无限的 如何把我们的学习建立在课堂教学 在线学习 文化体验 社会观察 研究事件 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平台上面 学生 培养学生 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平台上面 学习发展的能力 这成为我们今天学习 这个学习方法变革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第三个 就是我刚才讲到 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创新人才也不是教出来的 但是创新素养是可以培养的 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哪些问题 学生的哪些方面的素养 科学的视野和他的好奇心 如何能够保持我们从从小就就有的这种好奇心 如何能够在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基础上面 养成主动学习的方法 如何通过实践 创新来不断的试错 来提高自己的科干事物的对这个社会的认识 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特别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把同样一个事件放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面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面 我们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他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就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能力的培养 如何培养学生的人们素养 提升他的社会责任感 如何培养学生跨基础 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他有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 和这样的一种能力 当然全球视野 跨文化沟通合作焦虑的能力 这都是我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 所以上海纽约大学是提出了 以创新为核心的通色教育课程体系 我们在传统的通色教育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面 我们加入了更多的创新能力 创新理念培养的元素在这里边 能够让学生在整个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增强他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科交产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信息应用能力 和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的能力 这是我们整个学校 在我们培养模式过程当中 我们提出的一个想法 上海纽约大学的常务副校长 我们美方的校长杰弗黎门 他曾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校长 他在我们第一届学生的陆学典礼里边 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要引用他这段话 我觉得他很好地反映了 上海纽约大学教育的一个本质问题 创造者发明者和领导者 不可能靠背诵和记忆别人的答案 来创造发明和领导 他们必须掌握为旧问题 给出新的更好的答案的能力 必须掌握能及时发现旧问题 旧答案已经不合时宜的能力 因为世界是在不停变化的 大学教育 不只是给你们前任的智慧 不只是要给你们已有的知识 也不只是要告诉你们某个正确答案 大学应该把学生培养成为出色的学习者 对事物充满好奇 并且懂得如何加深自己对事物的认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应该不断地向学生提出非常难的问题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应该教学生怎样发表今生读到的见解 同时也看到别人用同样今生 同样读到的方式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今天在上海纽约大学的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问题 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甚至于我们的faculty 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对同样一个事物 他们会有不同的思维的视角 和不同的表述方法 但是我们的教育 就希望学生能够理解 对同样一个问题 你站在不同的文化视角 站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面 也许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而你不仅要表达你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 同时也要聆听别人 认为他认为是正确的结论 而很好地能够把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结论能够理性地做分析 这也就是我们想今天这个全球教育 所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上海纽约大学是我们国家第一所 中美合作举办的大学 我说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世界上面第一所 中美合作举办的大学 它是真正的一所中美举办的 它也是纽约大学的全球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人经常会问我 他说上海纽约大学是不是代表了 我们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我说不是的 因为一个良性的高等教育的体系 它一定是多样化的 因为我们每个学生的个体是有差异的 因为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不同人才 不同的岗位也是有差别的 没有同样一种培养模式 能够来满足社会的各方面的需要 来满足每个学生个体发展的要求 大学只能只有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培养模式 只有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教育 它才能让不同类型的学生 让不同岗位的需求得到满足 所以我认为上海纽约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它只是我们多样化办学当中的一种类型 但是它的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的价值在于创缩改革创新 我们不是在简单的办一所大学 如果说办一所大学我们已经办成了 我们已经有两届毕业生 今年是第三届毕业生 而且整个教育的过程 我们的学位的授予的过程 都已经变得很顺利了 但是它不说明我们这所学校已经完全成功了 而我们更多的责任是要探索在 今天这个全球化世代里边 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教育体制 如何能够走到一起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 我们需要探索中国高等教育 在转型改革的过程当中 它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我们一个小的试验天里边 我们做一些探索 我们能够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能够把改革做得更加顺利一点 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 那么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可以不局限于已有的办学模式 我们可以借借世界上面各个国家 不同文化的一流教育的一流的人才培养的模式 把它吸引到上海纽约大学这个平台上面来讲 来探索我们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那么和我们今天 我们体制内的中国高校的大学生培养的模式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简单的概括一下 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第一个 我们强调的是主动学习模式 在这所学校里边 我们老师的责任就是 学校的责任就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而选择权完全是学生的 从专业的选择 课程的选择 在哪里学习的选择 选什么样的课程 搞什么样的活动 权力都是学生的 没有人能够强迫他们做某一方面 他只要满足学校的培养的最后的一个底线的要求 第二个因为我们的学生来自八十多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英语教学 英语的这个教学环境 那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所有的国际学生都必须在上海纽约大学学中文 听说读写 他们最后毕业的时候 一定要达到中级以上的水平 我们很多学生都达到了高级的水平 他的中文讲得非常流利 甚至上海话也讲得非常流利 这个有我们那个普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做了一个rap 这个rap是讲上海话讲的 那是我们一个美国学生来自纽约的 他讲的比我还好 我讲不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语言只要你画功夫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个 我们做的是一个以创新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通知教育课程体系 这个不仅跟我们国内体制的高校不一样 实际上和纽约大学也是有差别 和其他一流高校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在创说21世纪这个时代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 我们是采取的推迟选择专业的这个方案 学生只要在二年级下的时候 毕业二年级接受之前确定他的专业就可以了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随时可以改变 可以选一个专业 也可以选两个专业 我看到一个最牛的学生是两个主修专业 一个辅修专业毕业的 也是在四年里边毕业的 我们第五个方面就是强调了跨学科的基础 就是我们绝对要打破学科的壁垒 能够面向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那就让学生培养一个跨学科思维 跨学科研究的创塑的这样一个能力 最后一点就是学生在大学的四年里边 他会在全球流动 纽约大学的全球教育体系 在全世界有14个点 除了三个所谓的portal campus 就是他可以招收学生 可以授予学位的 在纽约阿布扎比和上海之外 另外还有11个study website 就是教学点 他们学生在大学的四年里边 在目前是有两个学期 可以选择到其他地方去学习 原来是三个学期 那么这样的话就给了学生一个机会 能够把文化体验 社会观察研究时间 和课堂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它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 而且四年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也接触了各种 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那么在整个上海纽约大学的教育体系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在阶级的创塑 多元文化融合这样一个环节 我们培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 那个国际化的创新人才 要努力地构建这样一个 多元化的学习和创新的这个氛围 那么我稍微统计了一下 我们前世界的学生 一年造300个学生 前世界学生 我们来自那个 就是我们国际学生 大概占到了46.8% 实际上这几届学生 后面这几届学生可能更多国际学生 我们原来的目标是49%的国际学生 学生51%的中国学生 来自六大洲 68个不同国家 前世界的 现在已经到了80多个不同的国家 在上海纽约大学 我们不会允许成立一个中国学生联谊会 也不会允许成立一个美国学生联谊会 所有的学生社团 学生会都必须跨文化的 我们在宿舍安排上面 一定是一个中国学生 一个外国学生 或者三个不同国家的学生 住在一个寝室里边 社团 学生会 课程 教学 项目 活动等等 都要求跨文化 多元文化 你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面 学校才允许批准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学生 更多的文化融合 那么在上海这样的一个 社会环境下面 我们也把本土的文化元素 更好地融入到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环境里边 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来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 来了解中国当代的变化 同时 只要我们有这个国家的学生 他的节日一定会有一些展示 让学生了解世界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他们的接觐和文化活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教育的环节 我们也会给学生提供 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服务和文化融合 穿越各种各样的志愿者的活动 不仅在中国西部地区 农村地区 城市里边 我们也安排到东南亚的 像斯里兰卡 印度 柬埔寨等等 不同的国家里边 让学生有机会在大学学习期间 能够做好志愿者的服务工作 他们可以在养老院里面当一义工 在阳光之家引导智障儿童的活动 去西部贫困的学校 资教 穿越都市农村 乡村 乡村学校 环境保护项目 等等建设 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升学生的社会感 能够更加加深 对于一个社会多样化的认识 作为一所中外合作举办的大学 我认为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边 它教育体系原则上面讲是不兼容的 uncompatible 我们要把它compatible 就是要把一个苹果籍和IBM 要给它对接起来 那当中一定需要很多插头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原则 那么上海纽约大学 我们的教育原则体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第一个 我们强调的是多元文化融合 文化一定会有冲突 文化一定会有差异 我们希望学生们了解文化的差异 但是更多的去寻找共同点 这是我们一直在积极努力创说的 我觉得上海纽约大学 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第二个 全球视野 培养学生在比较思维的基础上面 建构自己的世界观 任何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不是靠灌输能够实现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 能够让他们从不同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他可以有一个比较 他也有在比较的技术上面 能够更全面的去思考一些问题 来形成他自己个人的世界观 这是我们一个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三个 每个人的人生态度 价值取向 肯定会多样化的 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需要学生有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 他才有一种社会责任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 他才能够起到一份重要的责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沟通交流 学习妥协 相互合作和支持 那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就是上海纽约大学的立校资本和立校资民 而因为时间关系 我时间后面准备了很多故事 这是第一个故事我想讲的 就是我们在寝室里边培养出来的丝绸之路 这是一个土耳其的学生 那个叫Arab 那个土耳其 和一个中国学生来自北京的 严雅园 他们在一个寝室里边住了两年 他们在寝室里边就在 就成为一个好朋友 毕业的时候 在上海自贸区注册了一家公司 从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这个贸业 所以我把它们成为是寝室里的丝绸之路 这个不是一个案例 还会有 我们已经现在还有其他的案例发生的 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建立了 这样的一种理解和性能的关系 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做得蛮好的 那个我具体的故事不讲了 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现在实际上学生当中创业的也不少 这是我们去年在北京组织的一次 我们校友的那个论坛 就是我们第一届第二届毕业的校友 他们对上海纽约的教育 谈了自己不同的理解 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现在在北大那个燕京学堂 那个学习的一位学生 那个他的 Elizabeth他讲的一个话 他对中国的认识 这个是Jordan也是在燕京学堂的一个学生 现在他们燕京学堂的院长一直跟我在联系 说你们的学生太棒了 所以今年我们又有学生进去了 我们联系 还有那个清华大学的那个 那个苏世民项目的学生 那个还有各种各样 我时间来不及 刚才看到已经这一分钟时间了 我就把这个 你们如果要可以把我这个PPT靠过去 看看我们的学生 通过这个四年的多元文化的教育以后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这个体会 我觉得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上海纽约大学 我们不仅在培养一批 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生 他能够帮助中国 未来走向世界的这个人才需要 我们也培养了一批懂得中国 理解中国 愿意建构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 纽带的这样的一批国际的青年 所以我们是在承担了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工作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到了这把年纪 我还在努力的为这个学校的发展 做贡献 谢谢大家 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 谢谢 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 上海纽约大学为国际高等教育的 国际合作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提供了示范 余校长是上海纽约大学 这块试验田上的插秧人 既有高瞻远瞩 又是脚踏实地 他的报告带给我们视听上的冲击波 更引发我们思想上的大波澜 再次感谢余校长的精彩演讲 下面我们即将进入我们的分论坛 第一个分论坛是国际高等教育 Good morning everyone Oh is this mic on Hello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Ke Jia Hu And I am a student here at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tudy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 am honored to be the panel manag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anel this year Globalization has increased the scale of access and has changed the scop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e all have to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becomes the core strategy for future At this panel we will talk abou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can take place in different formats For example 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 include foreign branch campuses study abroad and etc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nclude a recrui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aff and facul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international format Technology also has increased has created a new means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e are honored to have three distinguished speakers with tremendous background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to ask our speakers we will use Slido to collect your questions for our Q&A sessions please open any browser go to slido.com and join with our access code 1149 and submit your questions You can submit your questions during any time at the panel We will collect questions and select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time left We also appreciate CC Talk and Sohu Education for broadcasting this event to help us reach a broader audience Our first speaker today is Dr. David Chang He was the president and chancellor of NYU Polytechnic Institute now known as the NYU Tant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David is a well-known Chinese American educator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f 100 He also holds honorary professorships at five major universities in China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 Dr. David Chang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everyone Good morning everyone I am certainly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given that Harvard means very deeply to me not only I graduated from the Harvard Engineering School but my son also did so this is a school that really fascinating and looking at today's program you certainly can get a few of it Before I start I do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lute President Yu for such a insightful, provoking, visionary speech I think it's so make me proud to be a retired professor at NYU It's just great that this NYU global university model certainly it's not everybody can implement but it does send a roadmap to what the future of all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be pointing to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f you look at my title of my talk you might be puzzled why is another facet what happens is that I forgot to put the heading to this byline should be what I'm really talking about is a study abroad study abroad specifically from U.S. to China and I hope I pointed out will point out to you by the time you finish that there is a lot of challenges while we have 400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U.S. the number for the American kids going to China is pathetic so that's what it means by another facet in terms of study abroad So let's start with the landscape What is the landscape out there? First of all, if you say in China particularly the globalization certainly has become really a national agenda and the Silk Road One Belt One Road certainly had caught the fascination of all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so you go to anywhere where people understand this students will have to have a more global view domestically however in China if you look at how do we develop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campus you typically talk about joint degree programs some very fascinating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or even scholarship for nationals to come to U.S. I'm sure President Zhang another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will talk about what he when his university will be doing but if you look at the enrollmen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however you would immediately notice when you step on any campus you'll find out they're mostly from developing country under developing country very few from developed country and that certainly is a big challenge for everyone U.S. students in fact represents only 5% of the total foreign student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you can see that from a table that I will show you and if you look at that on the one this is a published data by the II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U.S. in New York in fact on one side is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China on the in U.S. and from the other side is the U.S. students going to China to study abroad for whatever lengths and you can see starting from the bottom up 2007 the Chinese students here it's large but not that large but it went through a double digit growth for the last 10 years even though it has slowed down the last few years but now everybody I'm saying in this room we know there are almost 400,000 Chinese students currently studying in U.S. so this is it's a very impressive number in fact this probably represents if not 50% maybe at least 40 30% up of the total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in U.S. the U.S. students in China however again from bottom up was like 11,000 in 2006 and grew grew somewhat to until 2011 at the peak maybe like 14,000 15,000 students but unfortunately it has since been declining until this year so if you look at the last data we have two years ago the number of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U.S.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s about 12,000 which if you look back 10 years 12 years ago it was 11,000 so in that sense you know problems this problem of what I call trade imbalance is going to hurt us one way another it's going to hurt China it's going to hurt U.S. So let me go back to it's not because the leadership from both countries not aware of it they do in fact back in 2009 President Obama actually initiated a 100,000 strong initiative saying stating that we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ll send 100,000 students to China these mostl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furthermore it was this initiative was strengthened by President Hu Jintao's visit back in 2011 and he actually signed up he said well okay if you want to get 100,000 the government have to figure out how to fund it and we from China will be your partner in this endeavor but remember that the earlier table says 2011 was the peak so after that it actually declined so whatever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do apparently was not very successful so that was very obviously very sad if you may say so and the last year of Obama's administration back in 2015 Xi Jinp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bama actually signed up for even greater and more ambitious initiative it's called the one million strong initiative the one million is not not all the college kids but now want to get in US all the public schools well K to 12 their goal is to have one million students to actually learn Chinese and that certainly is a very ambitious goal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number was not more than a third of this number probably even last and of course you know US politics that's the last year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n everything started over again when Trump got elected okay even though last year two years ago Liu Yandong actually came and and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US th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rying to provide scholarships for sort of shorter stay and also to encourage entrepreneurships that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 is yet but you can see that if you sit back and look at these numbers look at the government initiatives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work ahead of us so the second part is that what have we done or what have I been doing along with my wife by the way anyway we we start to say after my visit the committee 100th delegation I was part of it we went to State Department when they announced this 100,000 strong and also we went to White House in fact and after I listened to them I know it won't work okay the real truth is that you can provide scholarships unfortunately in US the scholarship has to be raised by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and government could not actually set the budget for that and even if you raise those those money you can't just put a student in a Nanjing University or some other major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expect a student not knowing Chinese to be really effective in fact President Zhang used to be working at Nanjing University we actually worked on this project when I was still at the polytechnic didn't work so when I look at it and say well that bottleneck is really you cannot expect a student to learn enough Chinese to actually get benefited from school like and so on so we started to say well that has to be a different model so what our approach was that we set up a fortunately I got the government of Chengdu at that time was very sympathetic to that concept so we said well okay we will help you to build this Chengdu American Center for study abroad and the model works like this we have Cincinnati University as a host but all the curriculum courses are offered by four principal partners of ours from U.S. they offer the courses they offer from different sort of what we call clusters different disciplines based upon their perception of what their students will need that in turn with a curriculum in place then we then go out to recruit over 30 some U.S. universities for students to spend either summer or semester there so so we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and but like President Yu was saying you got to find ways to have this cultural aspect of study abroad and you need to get students to benefit from being in China so not only they're expected to take Chinese but they also get mingled with what we call a buddy system that mingle with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in Chengdu so if you look at the center what they do what we do we have semester based is very mundane study abroad program but we also have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s it turns out Chengdu we have a strategic partner in Chengdu and we actually got almost unlimited internships we can get as many as we want except the students we have to go to recruit the students and that turns out to be more of a challenge then we have summer school summer school in that in a case of summer school we actually have not only American kids but also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ke some of you returning home and then take some courses so looking forward we will be talking a lot more about professional training like for instance we recognize the gross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s in China and there is a lack of opportunities to either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or produce students qualified to actually going to teach i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s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let me now go quickly this is the campus some of you if you're from that part of the country you know is arguably one of the prettiest small but really pretty so we got a building a stand-alone building ourselves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of the Chengdu government I mentioned that we have four American universities serves as principal partners and then we recruit over a much larger set of universities here one thing is from day one was very clear to me I'm not going to try to recruit students from Harvard I'm not going to try to even recruit students from NYU simply because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themselves if we're going to achieve this hundred thousand strong type of goal you got to reach out to schools that cannot do it doesn't have the know-how right so and frankly not there to try to be bold enough to go to China to set up their own campus or own program so we actually end up going to many of the not so great universities in the hope that they get a chance to see also what China is over the last actually now five or six years we started from very very small number to just get us started to do today we have about 150 students last year so all together we have now graduated about about 500 students not counting this year and I was going to just stop my speech here and show you a number of V-graphs get so that you can actually get the sense of what what's going on there unfortunately I was not able to link many of these these internet links so I I know one one will work so I will just go to the next one this class last summer turns out we have over 100 students last summer and I know this one works so let's see whether we can play that in front of we don't know how to use the it is what they u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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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带上一向 你不要害你的朋友 你就会很高興 趁与你不要在一起 我就是想要去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 我不是在一起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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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Chengdu Welcome to Jimeo and Chengdu Welcome to Chengdu Welcome to Jimeo Well, okay, that's one. The one I really want to show you is this one. Unfortunately, that's a little longer. It was taped by the Chengdu TV station following three students in there for their internship experience along the way show how they prob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So if you're interested, just send me an email. I will give you the link. But this one I understand cannot be displayed. So let me just stop here and perhaps summarize a little bit. And if I am not taking enough time, then I'll yield my time to my next speaker. But the takeaway I hope you have is one is that the current state. First of all, globalization is obviously is a very important is how we should train our future leaders. Second is the trade imbalance. You worry about the current trade war. Just think about what kind of war would you have if you continue to have only less than 10 percent, less than few percent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merican students there and Chinese students here. I think that often people, public and even particularly in business,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Chinese knows much better about U.S. than the U.S. about China. So misunderstanding will take place one way or another. So if the trade war is a crisis, this onward the long term will be a greater crisis. So even though I should mention that what is fascinating, what is really comforting, sort of gratifying to us is every student after that period of time, they come back, not only have just a goodwill, but they actually know the students, know the families, know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s very well. So it changed their life. It changed their life. It is really life changer for them. Many actually go back there without not coming to us, but find other opportunities. Many, several even married with their either form of girlfriends or boyfriends. So it is a real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and we have to do more. So while we're very happy or that we have done seeing some really satisfying results, but the challenge is really just started. It really just ahead of us. So with tha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David, so much for sharing with us your insights and your work and we can see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U.S. to China and serve the purpose of equality that all the students here in the States can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go. regardless of the resources at their own institutions. We are amazed definitely by your work and thanks for providing us your unique perspective and the facts. 我们第二位演讲嘉宾是张荣校长。张荣校长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奖者。 曾任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山东大学校长、现任厦门大学校长。 让我们掌声有请张校长。 好,尊敬的主席,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尚无好。 首先非常感谢本职论坛的组织者,我们的各位可爱的同学们, 邀请我到这儿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些我们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想法。 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祝贺我们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十周年。 我想这个不但是一个在中国非常有意义的年头, 它实际上也伴随着中国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纪念,非常重要的纪念。 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美丽的哈佛的校园。 虽然我以前也来过,哈佛来过多次, 但是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意义还是不同一般, 能够和大家有更加深入的交流。 特别是不久前, 就在前不久,哈佛大学的巴克校长到访中国, 习近平主席赞巴克校长对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视。 同时也指出, 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 也希望中美人文交流再接说过。 所以在这样一个访问之后的, 我们来讨论中美教育的一些问题, 讨论教育的国际化,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刚刚正像主持人所介绍的那样, 我来自中国的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位于中国的厦门市, 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这座城市曾经被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先生称赞为东方夏威夷, 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 厦门大学就位于这座城市当中, 它是1921年由中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陈佳根先生创办的, 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 所以非常有特色。 今天它也是中国重点建设的36所双一流大学的A类高校之一。 可能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我们的这些各位朋友都知道, 在中国正在推进双一流建设。 这个双一流建设里分成两个大的类型, 一类叫一流大学的建设的高校, 一类叫一流学科的建设高校。 这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里分成两种, 一种叫A类,一个叫B类。 那么厦门大学很荣幸现在是A类建设的高校。 厦门大学从它建校开始, 它就是在中国是一所非常重要的学校。 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 中国的前唐将以南, 当时教育应该说是很不发达。 所以厦门大学一直都是在中国的南方 一支非常重要的高等教育重镇。 所以树莱享有南方之强的美意。 厦门大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非常有特色。 这不仅来源于它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 也来源于它独特的这种价值追求。 从98年前, 1921年, 厦门大学成立的时候, 就定下了它的半学宗旨。 这个半学宗旨呢, 规矩为三句话。 叫做养成专门人才, 研究高深学问, 残扬世界文化。 大家可以听到, 可以了解, 从这三句话里头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厦门大学的这个基因里头, 它本身就内生的具有国际化的基因。 它就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 我们在这三个方面, 这三句话是怎么落实的, 怎么做的。 我想第一个呢, 先说一说, 我们在养成专门人才方面的工作。 我想人才培养呢, 对于所有的高等学校来说, 所有的学校, 我们教育本身是我们的最根本的任务, 就是培养人才。 所以围绕着人才培养这样一个根本的使命, 那么怎么来更好地完成我们人才培养的任务? 应该说每所大学呢, 都有他自己得到的作法。 那么厦门大学呢, 可以说, 规矩为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呢, 我们叫做, 吸引一流深远。 第二句话叫, 给予一流培养。 第三个呢, 就是帮助他实现一流的发展。 实现一流发展。 那么我们从这个深远的开始呢, 就非常的重视这个学生的, 优秀学生的录取。 或者说为学生呢, 进入厦门大学学习, 创造更好的条件。 厦门大学长期呢, 都是作为中国南方的一所重要学校。 所以我们过去, 这很多年里头, 是东南半壁, 中国的东南半壁的学生, 青年最重要的一所学校。 最重要的一所目标学校, 进入厦门大学。 那么最近这些年呢, 厦门大学在中国的高考的学生当中, 他录取的时候呢, 也一直都是保持着非常好的比例。 那么差不多呢, 在中国高校每年高考里头, 我们在最顶尖的1%到2%的学生, 能够达到厦门大学的录学的要求。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非常重视, 对海内外, 海外的学生的录取。 厦门大学是中国高校里头, 最早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学校。 它不但呢, 在这个很早之前, 因为在, 因为当时在, 特别是在建校之初, 因为它是由海外华侨创办的。 所以就有很多华侨, 海外的华人回来学习。 而在1949年以后, 1950年开始, 厦门大学就成为中国最早接受留学生教育的学校之一。 当时只有六所学校, 厦门大学是其中之一, 开展留学生教育。 那么最近这些年呢, 我们对海外学生吸引了,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 有志于研究中国的南方文化, 喜欢厦门大学的氛围的这些学生, 一直都是敞开了大门。 现在我们有, 这个学校呢, 已经有三千多位来自于海外的学生, 在厦门大学, 常年在厦门大学学习。 而我们在一流的培养方面, 一流的培养, 一流的培养方面呢, 应该有很多多道的做法。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今天不能够跟大家呢, 完全展开来说, 我只想跟大家讲几点。 一个呢, 就是厦门大学的教育, 对教育教学工作,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头, 是多数一指的。 这里头不但是, 因为我们有很强的高等教育的研究力量, 可能有很多的了解中国的朋友知道, 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学, 在同类学科里头, 中国高校里头, 评估是全国第一名, 高等教育研究是全国第一名。 所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教育研究力量。 同时呢, 我们在实践当中, 也非常注意把我们的研究呢, 和我们的具体的教学实践集合起来。 所以在厦门大学, 不仅是开展了很多教学方式, 教学模式的改革。 同时呢, 我们的教育质量的保障体系, 在中国高校里都数一指。 所以我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是它的叫做IQA,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八大案例学校, 提供学校之一。 这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唯一的一所。 同时呢, 我们还探索呢, 一些顶尖人才培养的一些新的方式。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专门写了一个叫, 博伊特勒书院。 它虽然说, 我们是以书院这样一个名称来界定它, 它实际上是一个荣誉学位项目。 它每年的收集, 就是不仅仅来自于, 它的学生不仅来自于厦门大学, 也包括我们很多参与这个学, 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些友好的学校。 每年都会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 来进入到这个项目。 而这里的所用于命名的, 这个博伊特勒呢, 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生命科学的教授。 那么每年他都会亲自来临选学生, 并且组织这个课程, 自己也亲自为学生的授课。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正在探讨, 把这样一个项目呢, 把它发展成为, 国际荣誉学位项目。 希望呢, 不仅仅是对我们, 现在是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 学生呢, 可以参与。 我们希望呢, 将来对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 重要的伙伴学校也开放。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 一起来参与。 准备说一下, 这博伊特勒先生呢, 他本身就是一位美国的著名教授。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探索, 其他探索。 包括呢, 我们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 所做的一些努力。 刚刚呢, 这个张中军校长也专门提到, 就是我们曾经在合作, 当年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 在这方面呢, 做过一些探索。 厦门大学呢, 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呢, 应当说, 一直是都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也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大家可能也经常看到, 我们有很多在中国著名的这个例子呢, 其实和厦门大学都有很多的关系。 那么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 一方面, 当然这是中国政府现在大力倡导的。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认识, 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 正像刚刚好几位嘉宾, 像于立宗校长也提到的。 就今天的这个社会呢, 技术发展非常快。 我们认为, 这创新周期大大的缩短。 曾经有过一个统计, 在大约一百多年前, 在爱迪顺时代, 它的创新的周期, 就是一个idea, 从最初的产生, 到最后变成一项可实用的技术, 要23年。 而在2000年左右, 这个时间呢, 就变成2.3年。 而且今天就更短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不太可能, 或者根本就不应该, 把那么多这个, 完完全全是靠知识的传输来, 来这个赋予我们学生呢, 更多的这个, 在教育当中占据更多的比例。 而更多, 更应该呢, 把能力的培养放在首尾, 把学生的实践, 当作我们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这个, 创新创业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这儿呢, 这个时间关系上, 我就不能展开来说这件事。 我想再说一下第二条, 第二句话, 叫研究高深学问。 那研究高深学问, 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本质上, 它既是高等学校内生的使命之一。 我既然是作为, 集中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我们需要为这个时代, 贡献我们的智慧。 我们需要呢, 为我们的未来, 创造更多的知识。 同时, 它也是我们人才培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为这些知识创造的过程, 是我们的学生全程参与的, 是一起做的。 它本身在创造当中, 就是一种学习, 就是一种提高。 那厦门大学在这个, 研究高深学问这个方面呢, 特别重视我们呢, 秉持创新思维, 来努力解决, 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 全球性的科技。 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 这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厦门大学,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 研究方面。 特别是在海洋探会的研究方面, 是在国际上走在前列的。 这不仅仅呢, 比方说, 在这个领域里的, 这个Gordon Conference, 是常年由我们厦门大学来主办的。 而且呢, 我们本身的牵头组织了很多, 在海洋探会研究方面的, 国际的合作机构。 是在这个国际的, 在这个海洋探会的研究方面呢, 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积累。 再比如说, 我们的, 在艾滋病的检出4G的研究方面。 厦门大学也是多数一支。 我们研制的艾滋病的检出4G, 已经供应了全世界42个国家, 超过5亿人吃。 通过这个, 为这个全人类的健康, 应该说做出了我们自己, 我们的贡献。 除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 一项成果。 和我们, 和美国呢, 还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 厦门大学研究的五肝疫苗。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的肝炎呢, 由我们现在称之五种, 甲义丙定物。 在美国呢, 也通常称为叫E型, E型肝炎。 这种肝炎呢, 虽然它在人群当中, 感染人群当中的比例不高, 但是它的致死性很强, 致命性很强。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重症肝炎。 那么厦门大学研制了全世界, 目前唯一的一个五肝的疫苗。 在近年的年初, 我们研制的这个五肝疫苗, 被美国的FDI批准, 由NIH呢, 全额的支柱, 在美国进行临床的实验。 马上呢, 就会推广, 造福美国人民。 我们还在公颈癌的疫苗方面, 做了非常特殊的, 非常特殊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公颈癌是我们女性健康的, 极大杀手之一, 非常的严重。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第一代的公颈癌的产品, 这个二价的疫苗。 那么厦门大学不但研究了二价的疫苗, 九价的疫苗, 作为第二代。 那么我们在第三代的这个, 疫苗的研究方面呢, 也非常的, 也有很好的这个, 进展。 在二十价的疫苗方面, 目前呢, 是全世界唯一的。 我们现在已经呢, 初步的推出了我们的这个, 疫苗的成果。 除了在研究这样一些前瞻性的问题, 前沿性的问题之外, 我们在成果的转移, 技术转移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里我就简单说一点啊, 我们正在和福建省厦门市呢, 一起来推动呢, 叫海思创股, 就海上丝绸之路, 创新创业股啊, 这个建设。 那么在去年十月呢, 我们联合来自于美国, 英国, 法国, 这14个国家的30所高校, 以及中国的36所高校, 共同发起成立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学联盟, 构建了更加紧密的, 我们的学术共同体。 在几天前呢, 我们也借助这个联盟的力量, 成功的举办了我们国际丝绸之路的, 科技壮心交流与合作论坛, 有大量的成果, 和30多位顶尖的专家聚集了厦门, 一起来做这件事。 第三个呢, 我再简单说一下呢, 就是我们在残阳世界文化。 这句话本身呢, 就具有非常强烈的, 浓厚的, 国际化的色彩。 厦门大学呢, 一直非常重视给我们的学生呢, 培养我们的学生呢, 具有世界的眼光。 同时呢, 我们努力地营造多元的文化氛围, 来帮助学生呢, 形成这样一种国际化的思维。 在这个方面, 我们不仅是, 欢迎我们很多的兄弟的伙伴学校, 到厦门来。 比方说, 我们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 每年呢, 都有非常固定的交流活动。 他们每年都会有一批学生来, 和厦门大学的学生一起, 自己编剧本, 自己排歌剧。 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也邀请很多的, 这个国际师资来参加。 目前呢, 我们在校内有四百多位外籍的教授, 在这个厦门大学任教。 这个呢, 在中国高校里头是非常, 应该数量的, 也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厦门大学在2014年, 还创办了马来西亚分校。 这个马来西亚分校呢, 是, 应该说非常有特点的一所学校。 它既是位于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 同时呢, 也和厦门大学的创办者, 陈嘉根先生也非常深的渊源。 所以我们100年前, 作为陈嘉根先生, 创办了一所学校的继承人。 我们今天呢, 有了发展的机会, 我们也非常希望呢, 能够回馈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和社会。 希望呢, 和东南亚呢, 要建立更多的联系。 而把这个马来西亚分校呢, 建设成一个重要的文明交流互建的新平台。 同时也作为我们这个, 在教育, 科技, 文化, 经济等多领域呢, 交流合作的重要支点, 成为桥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那么马来西亚分校呢, 现在已经, 这个正式的开办。 在2016年呢, 我们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在今年的二月份, 我们的第一批学生呢, 已经顺利的毕业。 现在呢, 有四千多位同学, 在我们这个学校, 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校园呢, 求学。 那么到了今年的暑假以后, 九月份呢, 这个数字呢, 就会变成五千多, 变成五千多。 这里呢, 有一些, 我们这个创办的过程,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我们呢, 还有一些呢, 这个, 关于这个校园的一些图片, 你们不仅呢,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 那么我们这个, 在这个PPT里头呢, 也展示了一些, 也展示了一些, 大家可以看见。 我想呢, 今天当今世界啊, 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 社会信息化, 等时代特征呢, 应当说是越来越明显。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正促使世界呢, 日夜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时呢, 人类所面临的, 关乎未来文明进步, 甚至命运攸关的共同问题, 与重大挑战, 也需要不同国家和人民的, 共同面对和解决。 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 在其发展过程中, 不断被赋予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 国际交流合作的智能。 现代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 并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 形成大学与大学, 大学与社会, 这样一种新型的合作与共生关系。 以全球视野, 世界胸怀, 继承发扬优秀传统, 不断促进了文明互建,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和技术支撑, 并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厦门大学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非常希望和我们的友好学校, 和我们的伙伴学校一起, 推动文化交流互建。 在更高层次, 更大范围里的积极的融入, 世界高等教育的格局, 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在2021年, 厦门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 在这儿, 我也尊重地邀请我们各位朋友, 各位同仁, 能够2021年到厦门去, 和我们一起欢度我们100岁的生日。 谢谢。 非常感谢张荣校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让我们回顾了厦门大学的历史, 以及展望了厦门大学的未来。 回顾厦门大学的历史, 厦门大学拥有着浓厚的文化遗产, 以及历史遗产。 我们也很荣幸地能够聆听, 厦门大学是如何运用着它自己的历史, 能够继续地传承下去, 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 以及发展。 我们很荣幸地能够见证厦门大学的发展, 以及厦门大学创新性的, 有马来西亚的一个分校。 我们非常感谢张荣校长为我们所带来的演讲。 我们接下来的最后的一位演讲者是 Professor Ricky Kuo. He is the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icky has taken leading effor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various technology-enriched learning initiatives.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 Professor Ricky Kuo. Thank you. Thank you, in particular, the brilliant organizers for having me here in this very, very meaningful event.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太好。 英文也不太好。 But I hope you don't mind me using English in my sharing. Just a couple sentences to supplement the fettering introduction by Kajar, the organizer. My role is the so-called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so you know it's a very small role. Unlike the previous three speakers, they are all presidents, and I'm jus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president's team. And my day job is actually do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areas like mobile computing,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all that. So I'm doing this part-time, actually. And my mission is to, as Kajar introduced, using something they call technology-enriched means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deliver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leading to things like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nd I just have one takeaway message, or maybe one takeaway word for you, is interaction. When you think about internationalization, my personal belief is interaction is the word. And so my role is just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our experiences, things that I have been trying to implement. I have implemented already in our very small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things that you can call innovations. But I like to make things clear very, very seriously about the way I use this word innovation here. I use it in a very, very narrow sense. I just mean things that have slightly different ways of looking at how things can be done, slightly different way of defining some concepts, and maybe leading to some quite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such as how we teach. And so these are not rocket science. They're not wow ideas.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could possibly put people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that's all. So whenever you see this word innovation in my slides, just recall that definition. So based on my personal observations, institutions like our institution in Hong Kong, why we are so serious about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perhaps at least in part due to ranking. So according to QS, I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all these lines because of the limited time. But as you can see, these are mostly, if not all, quantitative measures. Like how many students do you have? How many faculty members do you have carrying a foreign passport, speaking a foreign language? Things like that, right? So therefore, the easy way to implement this is to just bring in people, right? So spring in these phases, in your residential colleges, in your residential halls, dormitories, faculty offices, and so on. So those would be very, very easy measures. I'm not trying to imply that these are the only measures that institutions like us are doing. But I k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my belief, as I have already put forward at the first slide, is interaction is the key. I can give you one story, verbally. I don't have video to show, just one story. I know a student very, very well. We were very, very close. And that student was sent to a certain university in North America for exchange. And when a student came back, I talked to the student. You know I'm trying very hard to avoid giving you any identity of the student. I don't even mention the gender. So no offense to the student, no offense to the institution, no offense to the country. The student didn't really interact with people at all. So the student just stayed in the dormitory for the night and went to classrooms in the daytime. And we say, we'll give you four minutes to the next slide.